主席請入委會邱主委 請邱主委 黃委員好 主委好 我第一次站上質詢台 歡迎指教 很緊張 我也很緊張 因為今天馬英九那一團去到清華大學 受到跟台大一樣的待遇 現在清華大學有人舉中華民國國旗 有人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 這幾天下來 陸委會覺得 他們當時有承諾 他們當時有說 來這裡不談政治 來這裡不談不談不談 他們有一堆承諾 照你目前看來 站在一個陸委會主委的角度 目前看來 那一條紅線 踩過去了沒 跟委員報告 坦白講我們作為主管機關 我們非常遺憾 因為我們不希望 我們來台交流的團體 會引起 這個 那麼多不同意見的對立 衝突 或者是傷害台灣人民情感 這我們絕對不樂見 所以針對這個案件 我們主管機關 還會從相關主管機關 然後來加以 進一步來審認相關的資料 是不是有違反既有的我們的法規 對它違規違常 我們會加以來判定 進一步的審認 這是我們的職責所在 我們將來也不允許有類似的活動出來 謝謝 那今年有這種團 到台灣來 不管大學交流 學術教 不管什麼的交流 這種團有多少 我想 文教交流 這一團是蠻多的 我想這個數據 我們是不是可以提供委員 好 會要提供 那 除了這次這一團以外 之前的 有沒有哪一團 像這一團這麼誇張的 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輔導協助的團非常多 那它都有按照我們的一些原則上 或是一些建議 比如說我們有所謂的三不一低調的規範 我想絕大部分的團都有遵守 所以你們會看到 其實我們兩岸的團很多 但是都沒有引起社會的對立 或者是傷害台灣人民情感 從這兩個指標就可以看出 我們對蠻有區經會這些團是 我們是蠻遺憾的 那你都沒有跟蠻有區經會說 不要太閒嗎 我想我們同仁都有 及時跟他聯繫 那可是有反應嗎 他的反應 我想同仁都說 他就知道 他會注意 那會注意 他說中國台北 為什麼要中國台灣呢 還掉下去 那會注意 是啊 是啊 所以他自己也是提油救火 讓台灣社會更加的沸騰 更加的對立 那我們是非常遺憾 他們現在到各個大學去交流 所有的行程 他們的這一個每天 原來他們就有一個行程表 對不對 到哪一個學校 跟什麼團體交流 跟什麼要叫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脫離行程 就行程而言 是沒有了 但是 我們本來有要求 你必須要尊重校園的安寧 尊重這個學生跟老師的正常的生活 不要去打腳 好 但是我們看到 恐怕不是這樣 也有衝突 也有抗議的 那而且越來越 不安 主委 你也在大學教書 以前 在學校裡頭 抗議啊 舉牌啊 這個校園裡頭 發到大小小 這是台灣民主政治的常態嗎 我想在校園裡常常這樣 見到這種事情 這是中國沒辦法 我想不可能 沒辦法 是 所以這台他們來 這也達到一個交流 這也達到一個交流 好 現在來 你想蠻英雄這個基金會 領工就對了 要再申請的時候 你們特別特別特別 還要注意什麼事情 還是一樣 都一樣 照顧來 上來 又承諾 又一樣 你們也都沒辦法 你們現在有辦法 你們現在有辦法 最嚴重 最嚴重 我說最嚴重 你們有可能 把這個新親黨委 做什麼 什麼這樣的決定 什麼這樣的出分 是 跟委員報告 就是 對這個 違反我們相關規定的 陸籍人士 違規違常 這些陸籍人士 當然我們會註記他的身份 以後 預案 嚴審 當然 我們按照情節輕重 他也有可能 一段期間 無法 到台灣來 這預案 就一定期間 無法 那些人 那些人 一年到五年 那些人不重要 因為我們中國人太多 那些人 邀請單位 那些人來 那些人來的新聞 真的假的 我們也搞不清楚 是 邀請單位 是 邀請單位 按照我們現在的 許可辦法 裡面 我們也是 從 個案情節輕重 我們從 書面 警示 到 一段時間 不得再邀請 相關的 專業團體 來才交流 從 六個月 到五年 都可以 採除 說到做到 說到做到 對 我們會 這個案子會不會 接下來 立案請馬英九基金會 請他們來 算命 說你們 你是在創三位 公司 台南 你們會做相關的處分 會 會召開這樣的會議 會 那採除的結果 會跟外界公布 當然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 請鍾嘉賓委員 鍾嘉賓委員 鍾嘉賓委員 不在 請